比如唐代风干禅士 他在国清寺是常常骑着老虎进出 也到处油画 他在外面油画的时候 遇到一位即将到台州做刺死的绿蚯蚓 李秋莹正好是生了一个头痛的病 什么药物都治不好 风干禅士主动登门 说听说你有一个病 我来帮你治 就用了一杯水 用一个皱 加持那个水 往李秋莹头上一喷 这病就好了 就是有法术了 有神通了 那这个台州的知府就很感谢 就问你是哪个地方的 他说国清寺的 国清寺就是台州范围 他说你寺院里面 像你这样有道恨的高僧有多少啊 这风干禅士说我 我构不上高僧 但国清寺有文殊的化身寒山 朴贤的化身石德 这个李秋莹听到了 明记在心 等他上任的第三天 就备好丰富的礼品 去拜见 寒山和石德 这寒山和石德在寺院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就是在厨房里面烧火的 做饭的 在很多的深仲眼里都是疯疯癫癫癫 大家都瞧不起他这两个人 这个 这个 旅大人一去 跟柯唐说 要拜见寒山 大士和石德大士 这寺客是说 大人来了 我把他们俩叫过来就可以 这个寺客是我要亲自去拜他 寺客山很奇怪 这个寺客大人亲自拜他 这两个人 一般都瞧不起他们两人 但寺客非得要亲自拜 寺客到了那个厨房里面 一见他们两个就 这个马上顶礼 这个寒山士德一看这个架势 就赶紧跑 跑到山里去 这个知府就在后面追 追到那个 山 这两个人竟然就 山石 都挡不住 就进山里去了 那个山就要合起来 就在这关键时刻 这个 寒山回过头 就是跟这个知府说 风干扰蛇 风干扰蛇 多嘴呀 这个又说 迷途不拜 你来拜我们干什么 这一说完 山就闭合 就永远没有出来了 但一听 风干扰蛇 是迷途啊 那赶紧去去 拜风干扰蛇 传来消息 风干扰蛇 远及了 所以这不是最后显露一下身份 谁会知道 风干扰蛇 是阿弥陀佛化身 寒山是文殊师弟菩萨的化身 石德是普心菩萨的化身 这个寒山写了很多诗 他很多诗都写在树上 石盐上 这个李秋莹呢 就把这个寒山的诗收集起来 现在还有流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